底下六个转世完全是依托第七世 转就是转变和转异 第七世染悟前六世也染悟 第七世清静前六世也清静 所以前六世称呼第七世叫做染静一 由此世染故所以令六世染 那么六虽行善由成有漏 就是前六世虽然行善了还是有漏 一定要这个世清静成乌漏 注意加乌漏的前面加两个字 叫大胜这里是指大胜的乌漏 是指佛果不是指小胜的乌漏 要注意这里是唯事学跟人家谈的不一样 小胜的是指阿罗汉就是乌漏 不不不 在大胜的唯事学里面一定要到佛果 这里是讲大胜 第七一世清静那就是佛果 因为第七一世清静就第八一世清静 对不对 七八是永远不能相离的 第七一世一转练无法二子断 到最后我们所谓的生相无名 那还是第七一世的最维系的 所以一定要到金刚道后 易如空 一定要到金刚道 那么就是第七一世转最清静的 第八一世就是清静 意思就是第七一世第八一世是同时清静 不能分前后的 分前后是为了讲学方便 再讲第七一世是由第八一世转变过来的 但是到最后的清静是七八世 第七一世清静第八世同时清静 对不对 就像这两只手 第八一世这个第七一世这个靠着 当第七一世断了的时候 对不对 那第八一世也没有 也倒下来 对不对 两只如尾这样的 依附的 也不是说第七一世靠第八一世 第八一世靠第七一世 两个互相靠 硬互相执走 第七一世的建分 以第八一世建分为自我 一卡住 有我执跟法执 那么我执断了以后还有法执 那么第七一世一落下来 当然第八一世做什么 体会得出来吧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吧 六乃得成无肉 前六次才成无肉 七十页 七十页 这是第七一世的转世 层次 所以即席 初心 平等性 第七一世的转世 层次 要开始的时候 就转到 初地菩萨 即席 那么就是初地菩萨 初心 有一个入心 助心跟初心 初心就是入心 因为这个十地菩萨 每一地都有入住出 入心 助心 初心 我们为世读本就已经研究过了 所以在 这个初地菩萨 入心的时候 他开始要转了 转第七十为平等性 平等性 也就是无我之 诸法平等 诸法平等 所以师父为什么说 感觉到这佛法实在太伟大 因为他实在是绝对的平等 绝对的平等 无功用恨 我横吹 那边拿起来 无功用恨 是无功用 一定要到八地 九地 十地 以及佛地 才叫做无功用恨 所以无功用恨 就是已经进入 无身的法人 已经接近成佛了 那个时候 都是无违法 都是无违法 不是用有违法 可以达到的 无功用恨 就是不需要 不假任何的造作 直接通这个真如 这是长养圣胎的 究竟圆满不圆满 就像一条帆船要靠岸 你必须要把那个帆布收起来 收起来以后 他就字字延延地 慢慢慢慢地靠近这个岸边 也就是说 到最后要成佛 就不需要任何的功夫了 因为顺着无身 就直通沙婆若海 无功用恨 就是八地 九地 十地 佛地 我横吹 这个要加几个字 我向横被吹破 我横吹 就是我向横被吹破 每一个字 加一个字下去 我的底下要加向 横就是加 底下加一个被 然后吹 就是加一个破 就是破我向 我向横被吹破 正记的意思就是 一定要到八地 九地 十地的佛地 我向 只指法我之 只法我之 法之的我向 法我之 不是指这个 人我之 法我向 横被吹破 神如来 献其 他受用 前面要加几个字 转地 七意识 为平等性质 的时候 到了这个时候 再讲一遍 转地 七意识 为平等性质 这个时候 如来 佛 佛佛 就献其 怎么样 他受用 意思就是 当 第七意识 转成平等性质的时候 佛陀就慈悲 献起了他受用 他受用就是 专门在利益众生的 利益什么 利益凡夫 利益二圣人 利益地前的菩萨 他受用 利益一切的这些 二圣人 凡夫 二圣 地前菩萨 然后 十地菩萨 所批起 不但是凡夫 二圣地前菩萨 十地 这不是指 第十地菩萨 要注意听 是从 初地 到十地 这个不能误会的 我们呢 一念念说 以为 十地菩萨 要到 第十地菩萨 才受到 佛的加倍 不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从 初地 到十地 十地 是指十个地 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地 七地 八地 九地 十地 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 专止十地 这一个地 是指十个地 从初地 到十地菩萨 通通受到 如来的加倍 讲 第七师 转世成智 也要到 初地 欢喜地 就是几喜地 那么 我们说 每一地有入心 住心跟初心 那么 入心就是初心 出地的 那这个入心 初心的时候 才转成平等性质 由 观 自 他 有情 观 自 他 有情 就是观 自 他 众生 以及一切诸法 细节 平等 由 观 自 他 平等 故 大 慈 大 悲 等 恒共 相应 也就是 没有 我 之 的时候 有关 诸法 平等 无助 涅槃 之所建立 没有安住在 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里面 意思就是从空出家了 就是要利益众生了 无助涅槃 也就是说 不能 只有安住在这个涅槃 一定要度众生 涅槃 妙心 当下就是了 也就是没有法治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才可以任运自然 不必再加 勉强 不勉强 也就是不是有违法 因为那都是无为 也就是无功用恨 其所执着的我相 当然早已经吹破 无疑 你问每一个众生 他自由吗 他自由 他怎么内心里面受着情绪的影响那么大 他这个自由 只是 只是怎么样 只是一个躯壳而已 躯壳而已 对不对 这个躯壳 让你走东走西 自由啊 你说你犯法 我把你抓去 关起来 众生不是关 这个身体就是关在烦恼里面 众生一定关一样的 那么我们那些闭关的法师们 谁那么无聊 自己跑进去 关房里面被关起来 他也没有办法 为什么关起来 他找到更大的自由 回光返照 所以佛教 他是彻彻底底的自由 彻彻底底的平等 因为他空破一切下 没有找到这个 世界没有所谓的真平等的东西 不可能真正的自由 谁会自由 你自由吗 你会自由吗 你今天呢 你的父母去世 你会很自在吗 你活一活活一活 你突然你的先生去世 你虽然写佛 你能放得下吗 能吗 你今天你正在热恋当中 你这是爱的死气活 你突然女朋友跑掉了 你能放得下吗 你能保持冷静吗 那不行 那不行就是 还是不自由的 所以啊 我们说 把这个生活 没必要关闭了 我们都把生命 没必要接着 我们把生命都卖给执着了 卖给执着 我们大家的生活都不自由 不是纯粹 辛苦不必要关闭了而已 连这个心都不必要情绪 卖给执着了 我們沒有自由身 所以我們不是賣身就是賣心 賣這個情緒 賣給執著 執著這個官規很壞 可是你又不能離開他 到了這個時候 陳等覺 從如來的法身而獻起的暴身 也就受用身分為兩種 一 自受用身就是諸佛自助法樂的境界 等級菩薩善且不知 何況下地呢 下地就是初地 二地 三地 等級是十地菩薩再上去了 下地就是初地到十地了 等級菩薩都不知道 何況初地到十地 他受用身 那是為從初地到十地的地上菩薩說法 使得到大聖的法樂 地前菩薩以及二聖五趣 使皆不能受用的 通通不可以受用的 好 七十一頁 第八四聖 那這是最後啦 講到第八一四 第八一四就比較不困難 說性為無負五片形 借地隨他業力生 惡身不了陰迷子 由此能心論主真 師父解釋一遍 性就是三性 善惡無際性 第八意思是善性是惡性是無際性呢 唯無負無際性 無負無際性 所以啊 下面呢 要加三個字 性為無負 就是三性裡面 是指無負無際性 因為他是非善非惡嘛 然後 五片形就是前面加兩個字 只有五個片形新手 第八意思 只有五個片形新手 截地隨他業力生 大筆拿起來 截就是三截 地就是九地 那麼三截就是九地 九地就是三截 因為為了做俱誦 好念方便 所以講截地 隨他 把兵拿起來 他是指前六世 前六世 前六世造業 那就產生第八意思的種子 就必須要六道輪迴 也就是三截九地的六道輪迴 是隨著前六世造業的力量而產生的 也就是因為這個種子 落進去第八意思裡面 所以三截九地 意思就是說 第八意思 跑到三截九地的地方 是因為隨著前六世的造業的力量 而去投胎 來 賀聖不了 因迷子 把筆拿起來 賀聖不了 加幾個字 阿賴也事的境界 賀聖不了 阿賴也事的境界 因迷子 因此而迷惑 有法治的存在 所以二圣他不了解 阿赖也是的境界 因为他还有 这个法的一个谜子 由此能兴论主真 论主就是 大圣说有第八意思 小圣说没有第八意思 就开始争论 由此能兴 大小二圣 的争论 大小二圣的争论 小圣说没有第八意思 因为二圣能 声闻跟原解 他不了解阿赖也是的境界 小圣说没有第八意思 大圣说有第八意思 就开始争论了 由此能兴 大小二圣的论主 争论 争什么 争第八意思的存在有否 小圣还是不究竟的 不究竟的 那一天 前天 昨天 前两三天 这个泰国比丘来 泰国比丘来 我们法圣跟法罗 跟他谈一谈 谈一谈 谈到涅槃的境界 涅槃 涅槃就是灭 法圣你们跟他谈 小圣的讲 涅槃就是灭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们小圣的就是讲到这个灭 就是什么都没有 他不晓得庙有 灭了就什么庙有都没有了 所以小圣呢 你要怎么修修修的 没有办法成佛 没有办法 还是要透过大圣法的 就敬意了 就敬意了 我泰国话不会说 要不然就去渡泰国比丘 去的话 弟们开为事 讲到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哇 身亡也听不懂 因为他们没有读过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出家 那个泰国比丘出家 出了好长的时间 我看16年 16年 你跟他谈起来 他还是不认识活化 还是认识很少 16年 16年 泰国比丘 因为透过法律的翻译 我们跟他谈一谈 知道还是很有限 非常有限 所以这个经教的通道 并不是说 你出家久了 就有办法了 没有善知识 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虽然我们是讲堂 这样子 每个礼拜上这么几堂课程 你能够熬得出 三年 五年 就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我们教授讲的 不得了了 切掉三当五当 就不得了了 你每天 一直欣喜 一直欣喜重复 真的 所以说 一定要熬得住 才有根本 才有根本 太早离开这个僧团 不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 不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 没有善知识 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 在大致论论里面讲的 大致论里面讲的 他怎么样赞叹善知识 善知识是 法身护母故 这善知识是导航故 善知识则是明灯故 这善知识则是般若故 是我们的般若 这善知识则是六度故 就是行菩萨道六度的一个依靠 善知识是如衣食故 善知识就像我们穿衣 吃饭的重要 善知识如灯塔 是一切众生见善知识 但以舍生命一切供养 在菩萨界里面讲 日日三两施 三两斤 公及法师 日日三两斤 一天三两斤 要共用法师 日日三两斤 现在一两斤 一支两千块 两千就好了 一支两千 一支两千 一支两万 一天要六万块 共用法师 法师 日日三两斤 公及法师 书法的法师 你先看看 你看 他对善知识的恭敬到极点 不是今次今次 你说的两句 拜拜 再见 哪有人不然这样 一讲他两句 他就一下就走掉了 他就什么都不管了 也不晓得自己的法师会病 有没有跟 有没有定 通通没有 两句话他就走了 人家来讲 哎呀 这个法师好 就跟着这个法师 这个法师不好 马上就走了 也不会分辨 依法不依人 所以说可能的悲哀 是不是啊 悲哀 所以法师一天要吃六万块 哇 一天啊 为菩萨这一天要用六万块 六万块 我买满头 看买了几粒 我一天都喝米饮一碗 师父早上没有吃 中午就吃半碗饭 然后吃一碗这个米饮 六万块 我一天吃六万块 我吃了几碗米饮 几土六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是告诉我们 在大自治论里面讲的 善知识的重要 没有善知识 我们这个法师会命 我们的般若智慧 没有办法产生 所以大自治论说 我们宁可使自己的生命 都要供养 供养善知识 宁可使生命 都不能离开善知识的 同学们 心爱疗疼 不要受到任何的 世贵的影响 你是大智慧的人 依法不依人 就这么简单 七十一页 讲 第八识 在三性中 不是善性 也不是恶性 是非善 非恶的无际性 不过第七识是 有负无际性 第八识是 无负无际性 因为他 没有 贪 吃 慢 贱 这四个烦恼所负 所以叫做无负 第八识的心所是最少 只有五个 就是作为处受想师 那么因为骗刑 他是指前六识 就是戒地随他 叶利生 这个他 是指前六识 戒是三戒 地是九地 你住左表 七十二页 三戒 一戒 列为一地 无去杂基地 色戒 分为四地 离生喜乐地 定生喜乐地 离喜妙乐地 舍念清净地 无色戒 分四地 空无边处地 四无边处地 无所有处地 非想非非想处地 总共九地 这个我们在十四讲表 都讲得很清楚了 在这里不必重复 第八识 是随他 随这个前六识 做的有什么业 那就要生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此识之性 但随夜生 不造业故 意思就是 第八识不造业 只是怎么样 被带着走 就像牛 被牵着鼻子走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第八识只有受苦的份 受苦的份 他没有选择的一地 比如前六识 如果造的是第一的月 那么第八识 是总抱主 果报的总和 叫做总抱主 那么 那当然就生到第一中去了 如果造的是恶鬼 畜生的月 也同时一样 去受各个不同的月报 第一大部分都是称心重的 记住 第一大部分都是称心重的 称心重的 恶鬼 恶鬼 大部分都是 奸贪 贪心重的人 贪心重的人 畜生 都是愚痴的月 都是造愚痴的月 都是造愚痴的月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恶圣 就是 生文圣 跟辟之加罗圣 辟之加罗就是辟之佛 辟之佛 这恶圣圣者 虽然我日是一段 但是他们的法制未破 所知这样 善存在 对于第八阿赖也的境界 还是不能了知 因为他们还是迷媚 所以兼职说没有 也说没有第八一世 这样一来 大圣 为世加论主 他们主张是有阿赖也是 小圣说没有 那么大圣说有 这样一个说有 一个说没有 所以大小二圣 就争论起来 所以这个 这个为世邪道 泰国去行不通 行不通 他们不知道有第七一世 第八一世 你怎么讲他都不知道 七十三夜中间 浩浩三藏不可穷 渊身七浪静为风 受熏慈肿 根生气 去后来先做主翁 浩浩是指 第八一世 是广大无比 忧生难了 很忧生 很不容易了解 三藏 注意 不是指三藏 是二部的三藏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三藏是指 第八一世 有三种功能 还是没有办法穷尽 哪三种功能 一个是能常 一个是所常 一个是直常 浩浩三藏不可穷 就是广大的第八一世 不是用能常 所常直常 来形容 有办法穷尽 去了解他的 能常 第八一世 能常种子 第八一世 能常种子被他所常 所常 前七世 是能常 第八一世 为前七世 造业所常 前七世 能造业 能常 第八一世 是被前七世 所常 直常 是指专指 第七一世 执着第八一世的直常 所以说 广大的 第八一世 是好大好大的 并不是 就能常 所常 直常 简单的 可以穷尽 去解释它 渊深 正是指 第八一世 七浪 是指前七世 第八一世 就像很深 很深的 这个深渊 的水 七浪 因为 前七世 借着境界 而一直分别执着 所以 境界 就像风 一样的造起来 前七世 就像浪 一直打着 海水 打着海水 那么 静为风 就是一切境界 就像风 一样的吹 一切境界 当我们 一切法 不受 善恶无际 通通 放下 境界 马上没有作用 这个风吹不起来 修行 修到最后 一定是八个字 如如不动 不取向 修行 你修到最后 一开始要修 还是要这八个字 如如不动 不取向 因为向是假向 你修行 修到最后 要成大气 要成佛 一样是八个字 如如不动 不取向 用这个 不生不灭的 清静心 对面对这个境界 一切法不受 这些境界 对你都没有作用 慢慢地体会 师父年纪大 年纪大 41 I'm 41 years old 2 years He's a very old man 是很老的男人 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那么 很老了 所以我的体会 就比较深 再坏的人 再坏的男人 坏蛋 坏到几点 师父都看过 再坏的比丘 我也看过 再坏的女人 那个坏到 明明在 骗人 骗人 这个明明 一通电话 就可以求证的 她还在打妄语 坏女人 坏死 坏痛 那个坏女人 那个女人 真是的 所以 再坏的女人 都看过 再坏的男人 也看过 所以我对于 我们这个研读班的 这个同学们 无论一楼二楼三楼 你看 都是赞叹 都是赞叹 如果有某某人来讲 师父哪个比丘怎么样 哎呀 很好啦 很好啦 标准不要定的 他们高嘛 你不要定的 标准像佛一样 当然定的像佛一样 这不得了了 没有办法了 她很坏 没有坏到说 在大殿打架了 这就不错了 对不对 师父这个女人 怎么样怎么样 说你怎么样 这已经很好啦 她已经没有把白的 讲成黑的 或者是拿刀子来杀我 这个女人已经不错了 很好啦 她要面佛又来听经 她坐得下来 赞叹 所以我现在的心胸 就是什么都好了 什么东东好了 什么东东是赞叹人家 鼓励人家 勉励人家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的同学给我一个评语 就是说 我们大学相处了四年 我发现林学长 你这个心很平等 你是我所看过的人 最平等的一个学长 胸量很平等 没有高也没有低 反正对人家通通是好的 说这女孩子 她这样讲的 这是女孩子跟我讲的 说林学长 在你的身旁 你就像一颗大的太阳 都被你融化了 你实在是太好的人了 我对你印象是太好了 我说到此就好了 不要太好 太好有时候麻烦的很大 所以我在大学就是这样子 不是说我出家 我可以对人家好 不是这样 你叫我对人家坏 我做不出来 我就是对人家非常好 没有办法 这是I cannot 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就是要对人家很好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的同学就是说 来到林学长的旁边 都呵护着 都被你呵护着 都被你这个精神的鼓励 所以我一生一世 我很少造人造口业 我不批评人家 我都一直赞叹人家 一直勉励人家 到最后我一定 我今生今世 奉养一句哲学名言 赞叹一定胜过责备 这是我永恒的自己的座右鸣 这一句话是我永恒的座右鸣 我到时一样持着这个原则 赞叹是一定胜过责备的 好好的勉励人家 好好的鼓励人家 所以说 境界虽然是重要 但是还是我们的心的问题 是我们的心的问题 受心 持种 根生气 就是说我们第八意识 是受到心虚的 受到心虚的 那么第八意识会变现怎么样 持种就是第八意识 有三种功能 就是种子 持续的这个种子 叫做持种 持就是不断 让这个种子不断 叫做持种 持种就是持续种子 让它不断 那断到的话就没有六道轮回了 你让这个第八意识断掉的话 那哪里有六道轮回 对不对 种子不断吧 对不对 再来根生 根生就是所谓的 我们的设生 我们这个设生 就是第八意识所变现出来的 气 底下加一个戒 气戒 因为它这个词迹 只有七个字 所以说气就是气戒 简单讲 第八意识有三种东西 本来是一体的 但是因为我们受到训细 变现出我们的种子 我们的设生 以及外在的境界 简单讲 这些外在的境界 我们现在的设生 包括我们现在 所有的思想 都是无死皆来 因为训细所变出来的 宇宙人生 根生就是人生 气戒就是宇宙 那人生宇宙是怎么样 那都是第八意识所变现出来的 没有真实体的 没有真实体的 人生是妄想 那么为什么 因为有种子 我们种子 所以讯息很重要 讯息很重要 去后来先做主梦 去 我们一个人要死的时候 最慢去 叫做去后 第八意识最慢 前七识都 前六识都走了 我们一个人死人的时候 死的时候 我们言而鼻舌身 慢慢的没有了 对设生的执着 没有了 第七识 再来 这七识不是没有 是收缩回来 到第八识里面 并不是没有 死亡只是 言而鼻舌身 人意 莫纳死 暂时不作用 而不是死人 去掉 不是这个 去掉的话 你来是 完蛋了 你言而鼻舌身 去掉的话 你来是 你脱胎 你言而鼻舌身 通通没有 对不对 就像 蝸牛的脚 暂时 收回来而已 暂时 人死的时候 把言而鼻舌身 莫纳死 暂时收回来 放在第八意识里面 等待 因缘 因缘成熟 再冒出来 继续前七世的作用 继续前七世的作用 所以我们的生死不断 研究为世 可以彻底的了解 人生宇宙 有空 要看 色大神论 看成为师论 有空 要看色大神论 以及成为师论 那更彻底 不过 不过 我介绍了很多人看 他说摇头 哦 塞啊 看不 塞啊 看不 说叫我塞 看不 塞是塞头也塞 塞头算也塞 看不 他说 师父没有办法 成为师论 怎么看的 看不懂 还是希望师父讲 没有时间了 我的青春已经有限了 你看四十一 我讲了到现在 我讲了几年的课程了 再讲它已经讲了三年了 对不对 我还再来讲 嫩眼睛要讲完 再讲法华经 我的青春已尽了 不可以再浪费我的青春了 录音带已经满满的了 那刘通书一直想说 哎呀师父 不要再讲了 那刘通书都摆不下了 不晓得怎么办 我说还是要讲 还是要讲 摆不下 摆床铺下 还是要讲 来先就是投胎 是第八意思先来 第八意思 我俗称灵魂 先来 来先 我们投胎的时候 第八意思 以父母的因缘 先结合 做主翁 就是做主导 做主翁 死的时候最慢去 投胎的时候最快来 最先来 做我们的主宰 这是第八意思 讲 第八意思的境界 犹如大海 无边无牙 浩浩 是广大的意思 三藏 三藏是能藏 能藏种子 所藏是被前七事所藏 直藏是指第七意识的执着 阿赖也是圣生意礼 不容易穷尽的 不容易穷尽的 第八意思 比喻着深渊 前七事就像波浪 一切境界就像大的风 其实根本没有境界 同学们 有的人在上班 在上班 有一个人 他化妆得很漂亮 他去上班的时候 他就人家就说 哎呀 这来公司 不要化妆得很漂亮吗 怎么样 一讲他回去烦恼了 因为他化妆习惯了 来到我这个地方 师父 我很喜欢化妆 我的公司行号里面 他说 来公司上班 不需要化妆 我说你要化妆 他叫你不要化妆 也有他的看法 我说你要化妆 你要化妆怎么想呢 虽然我这个设身是假的 但是我要让众生起欢喜性 所以我要化妆 杀婚囊 切婚针 要很庄严 很庄严 师父 你化妆吗 化妆 怎么不化妆 我说我要刮胡子 把这一条龙 奔成半条龙 把这个刮断 对不对 然后 我如果有条子的话 我赶快看一看 这个 录影起来好不好看呢 面相是第一印象 对不对 双惊才也是这样 双惊才也是第一印象 再看看 我很怕晒太阳 因为晒太阳 晒太阳晒多了 会有穴斑 穴斑 穴斑 脸上有穴斑的全是公奉猫王的 哼 猫王的 不然就公奉 抱的几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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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利斯敦 mniej大灵 猫王 美国那个猫王 所以 所以我這個人主張怎麼樣 雖然是假象的 但是要給人家印象好 給人家印象好 我說你繼續化你的妝 你內心裡面想到說 我為了要讓眾生好印象 這不是為我個人化妝的 以無我的精神 像觀世音菩薩的美 第一個印象好 很好的印象 很好的印象 我覺得美很重要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我個人的感覺 有的呢 他就一直眼睛 頭巾後面分不清楚 阿叔我看你不必 你就不差 因為頭巾看 那不差 後面看也是那不差 你一直不差 你不差 那到那種程度 就很吃辣 前後都一樣的 那個不需要化什麼妝 對不對 三分人是說 稍微看一看 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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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多少多少 等他就說 等問人說 我會化妝 哪有人說 你沒化妝 我慘了 頭巾後面都一樣 所以個人的見諦不一樣 你一切的境界 都是唯心所造 唯心所造 唯心所造 我認為你不需要在意別人對你的看法 一個人每天活在別人的在野裡 你會活得很痛苦的 不需要 我對得起我的良心 我在工作裡面 我正正的做 你管我要怎麼樣 穿什麼衣服 對不對 你管我要怎麼樣漂亮亮亮的 我覺得這個是 漂亮是一種美感 也是一種享受 給眾生一個好的印象 我認為還是蠻重要的 畢竟是凡夫嘛 對不對 第八誓 受前七誓然法所訓 那麼前七誓現行法 訓到第八誓中 變成了種子 他能指此更生器界種子 第八誓是受報主 要受這個果報的 所以眾生在臨時到身冷靜 身冷靜 旁邊寫個二十四個鐘頭 一個人死的時候最好 師父勸告你 二十四個鐘頭以後你再動他 你務必要讓全身冷靜 你才跟他換衣服 不要急著換衣服 師父在人生的最大一件事情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那一套我覺得值得推廣 那一套師父認為值得推廣 請回去給你爸爸媽媽聽 當你爸爸媽媽已經在長根榮榮 在醫院住院的時候 最好爸爸媽媽我送你一套最好的 死亡的藝術 以及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叫他要心理準備 叫他要心理準備 怎麼處理啊 但是世間人很難接受這種觀念 很難接受這種觀念 但是你要跟你開始爸爸媽媽說 這一條路是一定要走的 混斷難巧 混斷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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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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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跟死人沒有什麼兩樣 只是躺在床部 跟躺在棺材的差別而已啊 所以每一天啊 聽一條這個歌 也很容易講喔 很容易講喔 我們老人跟我們講 我們這麼劍開就好 喔 我們這麼結婚而已 你這樣放這個 怎麼會聽著 大策大悟的人 就是這樣子嘛 隨時都要準備死亡啊 也沒有什麼 對不對 放下嘛 他是最後去的 若是受生 來住母胎的時候 他是最先來的 所以啊 他是能做一切 眾生的去後來先主人翁 因為第八意思 我們控制不住 同學們 記住 往生是現在的工作 不是臨命中的工作 我再次的勸告你 你現在可以控制你的情緒 臨命中 你往生就有把握 你現在不能控制你的情緒 我告訴你 你的臨終完全要靠師父 完全要靠師父 完全要靠師父 你根本你命中不能住宅 你除了靠師父加持以外 你能做什麼 你能怎麼樣 你靠這個生團 你靠法會 又不然沒有辦法 但是你怎麼死的也不知道啊 對不對 你還是要坐飛機到南飛 到摩擬西施島 咻下去 連往生背都來不及 所以啊 出國的時候 身帶裡面要帶一條往生背 看了飛機不對了 我們呢 當你在 當你在這個裡面 這個廣播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 人家這個講的一次 講的很有意思啊 他說 我們將會有一次很痛苦的降落 我們將會有一次很痛苦經驗的降落 因為那個輪子放不下來 飛機的輪子這樣拉不下來 人家那個機長講的多有意思 機長講的很有意思的話 我們將會有一次很痛苦的降落 經驗 那個時候 你往生背就準備要喝水 金剛明山 冠軍拿 拿強力就要打 然後 大家要打 因為飛機要緊急降落的時候 頭要低下來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 他摔起來 沒死 冠軍就把他摔起來 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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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他摔起來在出機場 我還要看一張 他看著你 你摔起來 你摔起來 你摔起來轉手 還知道 往生背 所以看不到看不到 也不知道 隨時都要心理準備 生命是無常的 生命是無常 七十四頁 七十四頁 不動地前 才捨障 金剛道後 易俗空 大圓無垢同時發 樸造時發 陳叉中 不動地 就是第八地 第八地叫做不動地 一直要到第八地的不動地前 到第八地 才捨障 才捨去阿賴也是 藏士 才捨去這個藏 就是藏士 捨去藏士 是捨去什麼藏士呢 就是阿賴也是 要到第八地不動地前 才捨掉這個藏士 就是捨掉一切煩惱的種子 金剛道後 藝俗空 把秘拿起來 金剛道後 就是等絕菩薩 一定要到等絕菩薩 藝俗空 就是我們這個夜報 才能完全化作 清淨的時報莊嚴 藝俗就是 果報生 一定要到等絕菩薩 這個夜報 才進 藝俗 藝俗果報 夜果才能空掉 否則的話 你這個報 是逃不掉的 除非你念佛 求生極樂世界 記住喔 唯士學 是在三界 佛陀在這裡面 人間講的喔 他是講的這個角度 都是專指人間喔 所以這個藝俗果報 要到等絕菩薩 才捨掉 你要求生極樂世界 就不必了 其實求生極樂世界 一下子就到極樂世界去了 你所顯現出來的 就是清淨莊嚴深 清淨莊嚴深 這不必像這樣每天的小便 烤水球 我這兩天不瓜的話 就不行了 大眼無垢同時發 無垢就是清淨事 清淨事 大眼無垢就是清淨事 無垢嘛 同時發現 就是第八一世 到達最究竟的圓滿的時候 就是大圓禁止 大圓就是大圓禁止 無垢就是清淨事 大圓禁止 一直到清淨的時候 同時發 產生了 普照 十方 成岔中 當你開發了第八一世 完全清淨就成佛了 那麼你的能力 就可以普照 十方 成岔中 成佛不是簡單的一件事情 成佛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講 第八世 轉世成治 要到第八第十的不動地前 就是第七地菩薩 遠行地的時候 才能捨棄的葬世 也就是阿賴耶世 若是要捨離義俗世 善業或者是惡業的果位 那是不客氣的話 之上菩薩上這樣講 那就不客氣的話 要到金剛道後 就是等劫菩薩 將要成佛的時候 這個業果式 才算完全空了 到這時候 雜然的有漏事 阿賴耶世 就變成無垢清淨事了 所謂大圓禁止 也同時發現 普照 師方世界 在那微塵樹的佛度中 而去渡脫 苦海中 無量無邊的一切眾生 那幾說句曰 以此功德回向友情 同誠佛國 大願圓成 我們的八世歸吉誦 講完了 雖然我們沒有時間講 社大聖論 沒有時間講成為師論 但是啊 給諸位一個 你看我們講過了為師簡介 講過了百法明門論 講過了為師讀本 講過了為師三十頌 講過了為師二十頌 講過了八世規矩頌 這樣最起碼給大家 有一個基礎性的了解 再來我們要講大聖起信論 大聖起信論 是一本很好的論點 融通空有的思想 沒有研究過大聖起信論的 要想把這個經典弄得很清楚 也不容易 雖然說大聖起信論 有人說是未經 有人說是未經 因為大聖起信論 所講的是真 忘合合 忘心跟真心的合合 有的人說 哪是不大策大悟的人講的話 但的確 悟道 忘是無根的 忘不能跟真合合 忘如果跟真合合的話 成活就會變成為眾生 對不對 合合嘛 忘心本身不能跟真心的 真是根本 真心 任言經講的捨是用根 根是不生命的體性 在任言經就講得很清楚 元節經就講得比較究竟 而大聖起信論 為什麼人家講他是未經理 因為他講真忘合合 講真心 因為他講生滅門跟真爐門 就像風 然後這個海水跟浪 它有比意嘛 海水就像真爐 風不動的時候 海水就清淨 風動的時候 就變成生滅 所以 因為大聖起信論用這樣比意 這樣比意不通了 那人家問你 什麼時候風才不動 什麼時候風才不動 你講 元節經就不是這樣講 元節經講就是如同空中的花 眼睛有毛病 眼睛動 空中有花 空中這樣就本來沒有花 對 妄想就本來就是沒有 所以元節經是究竟了一覺 對不對 那眼睛也是究竟了一覺 元節經講嗎 知患即離 罹患即解 令人經講狂性諾歇 歇即菩提 這個都是講妄想無根 但是因為大聖起信論講 講什麼 因為大聖起信論講 講著真妄合合 這個就不能解釋了 真心跟妄心解釋 合在一起 如果說成佛了 成佛以後 那什麼時候變眾生呢 那眾生也不需要修行啊 因為真妄合合 合舉了就 合舉了就 生滅停了 就變成真妄 真妄停了 就變成生滅 那麼眾生就變佛 佛也會變眾生啊 所以這個就變成講不通 就是大聖起信論的致命上 是在這個地方 知道吧 但是我們通常經典的人 但是大聖起信論 在中國的這個 佛教的經典的地位裡面 從來屹立不搖 太重要了 他那個 那個文章實在寫得太好了 太美太美了 大聖起信論 師傅這樣念過 那個文章實在是美 美得不得了 太美了 你念起來就非常有學問了 非常有學問的人 所以經教 不能說 我研究一部經典 我就出去外面講經 你沒有融通空有的思想 論點 通達了藏經 你講這個就遺漏這個 你講這個就會遺漏這個 知道嗎 因為 貫通了這個三藏十二部 就可以把每一部經典的精華 分析得很清楚 Solution 就是一個解決 把它分析的一個 系統性分析得很清楚 那麼我們知道 它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認識大聖起信論 也是一件 一樁好的事情 好的事情 大聖起信論 並不容易了 也很難了 也很難了 但是 透過師父的這個演講 我們盡量把它講到 讓大家了解 了解 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一部論點 沒有一個道場 沒有一個善知識 不講大聖起信論的 那我們這個道場 算是滿有水準的 為什麼不講大聖起信論呢 對不對 好 說好 說好 說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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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